字幕志愿者кой富翅膀 好 6康 開這樣 開到吃吃就是開心 如果一個30塊的石頭 可以買到你們開心 那我寧願 不要花這個錢 欸 沒有開玩笑的 那我寧願就花這個錢 沒有燃燒豬 舒服多啊 所以潘多巴第一關還是分兩階段去打會比較好 先把左邊那個打死 再把右邊那個收掉 鬼附等於殷奇多 我們是不是該出一個什麼 神魔 神魔奇怪稱號 介紹的影片啦 發現有很多新手都不知道我們在工傻欸 我們知道說鬼附 你我都知道鬼附是誰 可是新手可能就不一定知道了 嗯 什麼 是我看的那個嗎 鬼附是我看的那個嗎 不是喔 是殷奇多喔 還有什麼奇怪的神魔用語啊 雲玩家 雲玩家 雲玩家應該不算什麼用語 巫女 巫女 然後還有什麼 上網有這個神魔奇怪稱號大犬是不是 尊老小 四 знаю 一百二 三 六 Jon 五 五 都實在不是 神魔的東西耶 是那個 源自於七龍珠 所以嚴格來講他不算 神魔的 咚咚 可是大家太常用了 所以感覺好像是 神魔創造出來的東西 這顆龍珠給以諾用 這顆龍珠 喔對耶 新的龍珠 這個成就龍珠以諾可以用耶 說到重點 可是這顆龍珠 對於暗人來講是真的 無視無數盾還蠻猛的 但一般的 隊伍來講 太限定了啦 暗人 暗人現在大概 一隻手指頭數得出來吧 團長 那個 鋁團的團長 然後鋁布 就大概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顆龍珠 沒有解成就 沒有辦法解成就 也不用硬要解 還有紅是誰 巴龍也不行用啊 這是只能按人用的龍珠 巴龍看起來像人嗎 我不當人啦 對啊 現在感覺 比較用得上 大概是以諾而已耶 為以諾 鋪 鋪路的一顆龍珠 未出先轟動 好期待以諾 我也覺得 尼諾其實是一個有趣的卡片 全新系統 不知道他以後會多強大 希望不要做得像那個 龍類那個競技場那張卡片叫什麼名字啊 布魯克 好廢啊 布魯克真的沒什麼用 害我以為他要加強龍隊了 沒有耶 太酷了 你知道嗎 好我要轉珠了 開這個 把他打爆 反殺戒 現在還有人在玩反殺戒嗎 公車算什麼用語嗎 蛇魔也蠻常用到的 全開 早上要開極光23了 我消的好少 狂魔聽說要變強了 你說上修的那個東西嗎 那個有叫變強嗎 我覺得沒有耶 狂魔現在也是 即使是上修之後還是很爛 你們有看那個嗎 狂魔上修的資訊 我在幹嘛 老人復健 紅鷹是什麼用 紅鷹應該是異次元生物 不存在在這個世界上的異形 狂魔還是等救急吧 對啊那個 試出來上修我還會躲屌的耶 沒有啊 好爛喔 那只有上修倍率而已 而且倍率還不是很猛 很爛耶 狂魔就一直被消費耶 之前上修那種蛇夫至少還覺得蠻厲害的 但這個真的是 狂魔真的是 嘖 犧牲品 好像官方好像就說 欸 我們有做事喔 我們有 要上修魔族囉 加強龍族囉 殊不知 跟布魯克一樣下場 所有要加強龍族 都是一場夢啊各位 對 啊 技能跳了 我就 打爆他 我戰哥來了 我大戰哥 登場 變狂魔 他也不是魔隊啊 他那血量那麼少哪叫魔隊啊 那血量又沒上修 好 我們就這樣打一波 這個應該可以過吧 我看下一關可不可以襲擊 好 那我們直接手轉好了 好 我昨天抽好多 天緣什麼時候削弱 這遊戲很少在削弱的 只有偷偷改 這遊戲其實很少啊 很少會做這種削弱的事情 我印象中好像還是 有這麼一兩次吧 但他們通常都是偷偷改 然後被發現才出來發公告 他們之前好像都這樣做 等一下我遊戲該不會又要閃退了吧 不要喔 呵呵呵呵 悲哀妄想陣 雪春是一個例子啊 他們其實改過很多卡 之你們都不知道耶 他們真的偷改過超多事情 他偷改的東西可能 有些不是說卡片技能 而是 技能取代的先後順序 像是他們改 最明顯的就是 減傷這件事情 很久之前減傷是可以疊加的 所以孤禍鳥什麼的都可以 再開一個 再多一個減傷的角色 後來他們發現這個太OP了 就直接沒公告直接改掉 就是說以後 好像某一個時間點開始 就 就實測後發現 喔 減傷不能疊加了 雖然聽起來蠻合理 但這件事情的確就是他們 偷改過這樣 然後再來同技能衝突這件事情 也是他們說了算 我記得之前 很久之前還是都 很多技能都可以同時開了 關你有沒有衝突 能開就是可以開 後來改了也都不行了 紫葉藍鷹也是他改的 對啊 他其實改多好多東西啊 我看到紅哥同樣 紅色的圍 我遊戲要被切掉啊 大家關 我如果直播被關掉的話 大家就知道 可能就出事了阿伯 OK 好 然後接下來直接手轉 以前有大瑪雅跟露娜一起開 他們都偷偷改一些東西 但被抓爆的時候才出來公告 我覺得這感覺不是很好 你要改可以先講 光珠水珠 好 可以再洗 哇 那個火珠很尷尬啊 那個位置 好 其實剩兩顆鎖定珠就可以帶走它了 嗯 然後開一點木珠 現在情況有點不妙 不應該開盒子的水 除非它在下一關 它的拼圖盾是開在中間的 不然我就會出事情 好 我要留個水珠下來 下一關至少不要卡水珠 哇 是天象 有啊 今天開到幾點 我不知道 我自己預估時間是兩三點 帶賽王 嘿嘿 好 然後就直接 點木屬性 就這樣打 OK 好 水珠夠多就可以開泰迪熊 不夠多就不要開 其實可以再多開個龍科啊 哇 這個傷害感覺再多開個龍科會比較保險 反正這邊可以洗技能 所以我覺得應該如果你要走比較保險的路線的話 剛剛應該要重開 啊 應該不是重開 剛剛應該要開 多開個龍科 欸 可是多開龍科這邊會危險欸 因為我盒子不能開欸 嘶 兩面刃 七康那邊有沒有什麼方法比較好過的 你說 哪邊啊 你說 第三關嗎 七康就 手指 沒有比較好過的方法 可以挑戰24小時直播神魔嗎 不想欸 呵呵呵呵呵呵呵 24小時要玩啥 24小時要玩啥 熟魔現在沒有什麼關卡可以玩24小時了吧 想到就好累喔 聊天是規則 不要洗版不要影戰可以聊時事 但不要洗瓶 嗯 嗯 重點是不要洗瓶 除非我 我們統計東西再 一起參 參加這樣 24小時玩雲 24小時玩 單張打擊破塔 雖然單張打擊破塔也不是很難啊 十風王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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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風王又沒有 一擊特許全部打完 那也不用24小時吧 那大概十個小時左右 以下應該就可以挑戰完了吧 接下來就 每回合開熊 可以先把星珠塞到旁邊去 這樣就會 可以留下來 每回合消一組星就行了 旁邊的那個 也會給他 變不見 好 有多的星珠就留下來 都塞到旁邊去就對了 想要一組星就好了 盒子 24小時睡覺 聽起來 蠻爽的 但我現在已經沒辦法20小時睡覺了 因為我每天都有事情要做 能夠睡 6個小時已經 已經算是很多 我應該是時候把 旁邊的星珠消掉了嗎 我怕等下星珠太多 但等下20小時是沒辦法打完十風的 好 這邊看可不可以戴有他 應該有機會吧 所以整個潘多娃其實最難就是王二 王二過了 基本上就 就過了 好 這邊就全開了 一個 兩個 三個 然後 四個 打個光 好 然後就一combo這樣 不要天獎求你 天獎打你 你敢天獎我打你喔 好 沒事 然後盡量高分 龍科 我不是帶九風王控場龍科 我是帶增傷高的龍科 這龍科我玩的也不是很好 好 2萬4 看可不可以 這分數可不可以 求你過 可以耶 傻眼 貓咪 我貓咪了 什麼意思 我傻眼貓咪了 太猛了吧 好 然後就 直接手轉 哇 這邊才是 有壓力的地方吧 那個火柱怎麼多啊 到底是會不會綠珠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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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過嗎 打不過我要重開 欸可以耶 剛好耶 太極限了吧 這張個零食了欸 呵呵 欸 跟我 喔 可以耶 這劇本好像是最穩的啦 我有試著 主過無數的 打不過 不知道 可能是我的問題 但這劇本真的 相較來講 是很好的 Teddy熊 MVP 讚喔 零食 閃亮亮 讚喔